哈 很謝謝台北文學獎 然後很 很謝謝評審 喜歡這個 也不是喜歡啦就是肯定這個 網友程度上肯定這個劇本 對每次投台北文學獎對我來說都是 算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覺得我寫的東西 其實都還蠻怪的 但是我覺得這也很有趣 就是不知道說OK每一年評審 對於這些新的 非常新非常不同的東西的接受度 怎麼樣 所以我很喜歡台北文學獎的原因 就是因為 台北文學獎一直都有彈性接受 各式各樣不同種的 創作跟劇本 而且國內有在爭 舞台劇本的文學獎其實很少 對所以 就每年都會參加 然後很感謝就是敬遠 那個評審給予的肯定 我覺得 就任何事都可以 成為我寫作的題材 像這次的 這個作品是關於 所謂的美妝YouTuber 那這個美妝YouTuber 是我自己就 平常就會在看的東西 我覺得我比較不像是說 努力的想要提出一些 什麼新的東西給大家 我覺得比較像是 大家本來平常已經在生活之中 但是沒有發現的事情 可是我把它提出來 然後用一些比較 比較有趣啊 幽默啊 或者是怪異的方式去表現出來 很有趣 真的啊 故事很有趣很精彩啊 然後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把自己去帶入 在那個角色裡面 然後 舞台劇本是一個 大量依賴對白的 寫作形式 所以意思就是說 按照人的思緒的過程 一定是 一定是一句話出來 就是那個對白 出來了 然後你才會寫出來 那這對我來說就是 一定會有個聲音 一直在腦袋裡說話啊 就是然後你才把它寫下來 我那時候我在跟人家 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說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美妝YouTuber 要在世界末日的時候活下來 我說 因為我覺得在世界末日會活下來的 都不是那些很強壯 絕對不是那些就是 天天上健身房的人啊 我覺得反而是能夠精神可以克服 非常嚴酷跟孤獨的環境的 然後我覺得 漂亮女生他們的心理素質 是絕對是社會裡面最高的 對我來說 困在某一個地方 反而會讓我更有動力去寫東西 我覺得在隔離期間 又或者是在大家其實 不是很能到處的在移動的情況 其實對我來說反而 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面 我會有更多的思緒 或者是對於接觸的東西 有更多更敏銳的觀察 或者是更豐富的想像 有更多的思緣 有更多的思緣 有更多的思緣